十多天前杭州赞成领上花园业主黄先生反映 他发现小区两年前做的消防改造存在不少问题 当时这项工程花费了上百万元的维修基金 那么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先简要回顾此前的报道 黄先生当时反映 几个月前到地下车库停车 无意中注意到第137号车位旁边的消防栓箱里 没有放消防水袋 从7月份开始我看到这个消防栓里面是没有这些配件的 然后7月份8月份9月份我都拍了照片 二亿年换过的话他应该有啊 但是我发现他没有 三个月期间他一直是处于真空的状态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他有谁带 我举报了之后 你什么时候举报的 我是9月14号跟那个西湖区消防大队 当时黄先生带记者参观了小区的地下车库 发现了不少问题 比如有个别干粉灭火器指针指向红色区域 失效了 消防栓箱里居然放着2009年生产的古董消防水袋 他还反映 消防改造清单里 这种4公斤的干粉灭火器一共配备了1350个 每个单价是71.25元 总金额是96188元 我实际查到了网上的价格 经过消防认证的价格是30多 价格相差一倍 黄先生查到 两年前的消防改造一共花费了187万多的维修基金 其中包括103075元购买的700套消防水袋 每一套单价是147.25元 他质疑的是 这700套水袋都哪里去了呢 为何直到自己举报之后才逐渐补上 当时情况反映给街道和社区后 施工单位的一位毛经理表示会去核实 时隔十多天后 记者再次赶到赞成岭上花院小区 黄先生告诉记者 没有接到任何反馈 没接到 那社区也没有联系 没跟我联系 接到呢 也没跟我联系 物业呢 也没跟我联系 不过黄先生介绍 我们的报道播出后 小区业主也在积极地反映 存在的消防隐患问题 业主在群里面也反映了很多问题 然后物业也陆陆续续在换这些配件 就大家发现什么问题就拍照给他们了 对 比如有人在业主群里发的照片显示 消防栓箱里有一卷水袋 生产日期是2009年 照片拍下的水袋 比我们上次看到的那卷要新一些 应该不是同一卷 但发照片的人并没有说明 是在哪个位置拍到的 黄先生在群里询问后 没有人答复 黄先生带着记者重新参观了地下车库 首先到了上次发现失效的灭火器这里 上次看到的这里好像是指向红射器了 对 这次呢 这次是绿的 冲火器了 消防栓箱里 仍然以2021年山东厂家生产的 干粉灭火器为主 在一个消防栓箱里 黄先生找到了一个新的灭火器 这个是新的 新的灭火器 不是山东这家 你看 厂家不一样是吧 嗯 这啊 何个人显示是生产时就在哪里 23年9月 一行人来到上次发现古董水袋的地方 发现那卷2009年生产的 已经破损的水袋被更换掉了 这个就是当时发现古董水袋的地方 对 22年11月 翻新了 一行人找了一阵 没有找到业主群照片里的那卷 2009年的消防水袋 不过 在第101和第102 两个车位之间的柱子上 发现消防栓箱里有一卷 2010年生产的水袋 这个消防栓箱底部已经秀极斑斑 第15号车位旁边的消防栓箱 情况更加严重 底部箱体几乎完全掉落 里面有一个灭火器状况 也不容乐观 指针是 有个偏向红的 不过还在地区 绿色区 还在地区 对 这个箱子怎么这样 箱子的上半部分 里面装着两年前生产的消防水袋 但上下箱体的隔层铁板 黄先生用手轻轻一碰 就往下掉落 21年 21年9月 在C105号车位旁边的消防栓箱里 又发现一个失效的干粉灭火器 而且消防栓箱里不停地在滴水 把灭火器的合格症都泡得看不清文字了 黄先生又带记者到了一扇木制防火门这里 门把手和门锁都绣得厉害 黄先生用手掰了一下 往地上一扔 铁块四分五裂 这扇门另一侧的把手 也同样绣得很严重了 后面也是一样 这次故地重游 发现的情况有洗有忧 洗的是 此前报道过的部分问题 已经陆续在整改 忧的是 现场仍然有不少问题 你觉得两年前 他们这个改造完成之后 会不会每一个消防栓箱都打开开 原则上应该每一个都要验收一下 那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就不会出现骨头随带了吧 不会遗漏这么多问题 业主黄先生质疑的是 当年动用了187万多元的维修基金 才两年的功夫 地下车库里的消防设施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到底是为什么 两年前的消防改造 到底有没有用心做 中间究竟又有没有猫腻呢 黄先生查询到的消防改造流程显示 事前准备工作 是由业委会和物业共同完成的 包括编制方案 申请维修资金和公式维修方案等 之后的工作 包括物业申请资金 工程完工后 业委会和物业及时组织验收 并出具验收合格的书面证明等 有的 后来呢 后来解散掉了 改造完之后就解散掉了 我们是21年7月1号进场的 当时进场以后的这个消防因为是之前挂的重牌 那个重点单位的挂牌的 独办的好像是接到给社区还是什么独办的 独办的后期我们进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工程的一些公式的东西已经都公式了 招标呢 招标是我们进场以后招的标 但是他这次东西弄好了 就是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物业企业 必须必须是有些工程要做的 要我们协助的 招标过程里面有没有参与 当时是叫了我们参与 但是我们去了 我们没有做其他东西 就是参与了 去看了 其他都没有的 那验收呢 验收当时是因为他们有监力单位嘛 包括这些省计的嘛 包括其他的验收 验收我们这里是没有走这个流程的 我是没有参与这个事情 当时到底谁在主导 主导肯定是政府机构了 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 那个政府机构 美院社区 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美院社区的 2021年 岭上花院消防改造时属于美院社区 2022年 小区被划到了紫霞社区 咱们小区的消防双箱 一共有几个 480个 消防双箱 一共是130个 总共多少 480 480 那就是说 如果当年真的买了700套取代的话 通通规划了可以 按照说的话 而且还有富裕 还有富裕还多 小区共有480个消防栓箱 其中一小部分 有两个消防喷水口 配备两卷消防水袋 这样算来 即使是全部更换消防水袋 当时购买的700套消防水袋 应该都是绰绰有余了 我们今天发现了一个2010年生产的水袋 13年 13年 你有没有发现吗 这个是有的 但是它是完好无损的话 我们可能都没有去换 水袋的保持续多长时间 那这个我要去查 6年 按照规定 物业有专人负责消防设备点检工作 每个月都会有专人巡检 在卡片上做记录 09年那个水袋你们是没发现了 09年我们有统计这种的 没更换呀 更换 这个东西我一直讲 我们之前也报上去了 包括这一块 就是那个我发现的股东水袋 其实你们也发现了 对 你们也报上去了 报给谁了 物业区承担这个费用 包括事工单位我们也报过了 包括业委会 这次我们都说过了 因为哪些问题 现在也有会吗 没有业委会是管委会 包括社区我们也都提报过 物管会了 对对对 就是由社区管人的物管会 已经报给他们了 对 街道方面 像上次一样 再次叫来了美院社区的徐书记 上次那两个疑问回答我了 700套区到哪里去了 这个东西 我现场管理的事情 我现在确实 事工单位后来查出来了吗 他说自己要去查一下 事工单位后来去了呀 他们怎么说 去了 那要问现场的物业管理了 因为现在不是我们社区管的这个小区 刚好买700套的 可能是要更换的吧 嗯 更换的买700套的吧 这个 那其实就我告诉你啊 嗯 物业主任告诉我 整个小区的那个消防 消防双箱 一共有400多个 嗯 少部分是可以放两个水袋 因为两个头子 嗯 嗯 那么就是说如果700套水袋的话 嗯 是可以整体往前更新了 嗯 不应该会出现 后来发现这种 这个维修的这个项目啊 整个一个项目 就是说现场跟踪的 是物业负责的 因为这个我们社区 总共也就八个人 也不可能就是跟得这么细 物业是由工程部的呀 是吧 工程部的人对这个工程的 那个是 肯定是都是专业的 是吧 嗯 那这个肯定是要物业来回答 这个问题 社区徐书记的意思是 两年前消防改造完成后 小区已经被划到 另一个社区 消防水袋缺失的问题 得问物业 灭火器价格 以及招标方面的问题 得问第三方的造价部门 和审计部门 那么物业和施工方 对这两个问题 又有何说法呢 物业的人经理介绍 当时消防改造完成后 因为物业工程部发现 还存在一些问题 施工方要求物业 在进攻单上签字时 他拒绝了 拒绝签字因为都是 发现一些问题 因为没完成 因为后面他们说 慢慢补后面补 包括后面我们 经过这个事情 我们也通过社区 包括管会 给他们施工单位发函 这段时间是他们补过来的 因为我们发现的问题 大概多少 补了200瓶 200瓶 下方水袋呢 水袋好像是50吧 那我还是回答那个问题 当年购买了700套水袋 哪里去了 这个 因为我 真的 买多少 其实我们因为没去核实 当时他们有建立的 对吧 可能很多工作就是 我们只是说 协助的时候发现一些问题 我们要提出来 社区徐书记 拨打施工单位 毛经理微信电话 对方没接 徐书记又联系上 施工方的一位 方经理 方经理你好 你好 我们上次的报道 不知道你也没关注 我看到过了 那那个疑问 你能回答吗 哪一个疑问 首先就是那个 招标的这个价格 好像相差很大 招标的价格 我们都是经过 公开招投标平台 然后进行中标的 工程结算审核订单上 送审金额是 200万5958元 审定数是 187万5609元 净核减数是 130349元 这位方经理再次强调 购买灭活器的 9万6000多元 已经被核减掉了 至于价格 可以去查 当年招投标的情况 消防改造清单里 还显示 当时购买了 700套消防水袋 每一套单价是 147.25元 总金额是 103075元 这一笔钱 方经理说 没有被核减掉 消防水袋 我们也采购了 按照那个表上 是700套 对 那700套 消防水袋 当年都用上了吗 应该都是用上的 你们购买的水袋 放置在那个消防双箱里面了吗 那肯定放置的 放了多少条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应该全部都放进去了 全部放进去了 怎么还会这样 是的 那所以说了 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这也是 那方经理我打掉你一下 你知不知道整个小区 消防双箱一共有几个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我告诉你吧 400多个 少部分是两个街头的 也就是说当年你们如果真的购买了700套水袋的话 完全可以通通更新 怎么解释 不是怎么 我刚才已经讲了 你有可能遗失 都有使用 都有可能的 我不认同这种解释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发生火灾的话 这种东西一般不会有人碰 这个涉及到所有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业主也不会主动去碰这个东西 除非发生火灾 但是这两年来 那个岭上花园是没有发生火灾的 不可能缺失 还有那个损坏有这么多 对施工方 方经理关于消防水袋的解释 黄先生表示存疑 防火门的问题是这样的 防火门我们也查看了清单 也查看了清单的内容 防火门我们的清单内容 应该是一百 一百七十几个平方 那么我们我也调取了这个防火门的维修的这个记录 我们实际维修的整个防火门的整个面积应该是在一百五十六个平方左右 然后有局部的更换五金键 五金键包括闭门器 包括门把手是局部的更换的 可能会存在于一些就是一些五金键 包括一些没有进行更换的 木制防火门 我看到清单上是两百三十个平方 跟你说的有出入 这个是盖过章的 是更换还是维修上面写是 没写 就是写了木制防火门 动用的维修资金是 十三万五千 八百一十二 这样的 十三万的话 我觉得应该能覆盖了 这些五金键 黄先生随身携带了笔记本电脑 存有他查到的当年消防改造的明细清单 对施工方关于木制防火门的说法 黄先生同样存疑 社区的徐书记指出 当时如果真有严重的问题 验收是怎么通过的呢 验收的是有那个就是监理消防 然后是那个物业 我们社区 他们全部 消防指的是 消防大队 消防大队 消防大队是吧 有没有每个消防栓箱都打开看一看 消防栓是吧 那这个肯定是看过的 看过的 要不然消防怎么敢盖张呢 是吧 他们全部盖好了以后 我们社区再盖 社区的徐书记介绍 当时是消防大队验收通过盖了张之后 他们才跟着盖张的 那么消防大队对此有何说法 街道方面又怎么看呢 盖的整个流程过程中呢 是这样子的 主要验收的部分 是由第三方公司进行来完成的 我们当时查阅的案卷呢 当时是21年10月22号 他有一个报告的 第三方的检测公司 出具的一个建筑消防设计检测报告 然后里面内容都是合格的 然后当时由社区这边 当时21年12月份 他有一个当时一个 他们提出来物业跟社区 对这个小区的整改 完成了一个初步的验收 然后要求我们大队呢 进行一个检查 消防大队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当时到小区里 对改造后的消防设施 采取的是抽查的方式 抽查的当时小区的一些部分的消防设施 当时抽查的部分呢 所有的消防设施的功能都是好的 然后后来我们当时有一个文件呢 关于岭上花园小区消防设施 维修整改 复查合格的一个批复 送达给当时的物业公司 以及当时那个转长期到那个美院社区 居委会 当时都已经传达给他们了 当时咱们是抽查 那抽查的位置是他们自己选定的 还是你们随机抽查的 这个是随机抽查 但是参加是 当时我们街道社区物业都在的 然后一起进行这个抽查的 就是说并没有把每一个 那个消防双箱都打开看 因为整个量子非常大的 因为它主要是第三方公司 它那个检测报告 到里面把所有的量 他们都写进去了 那我们就进行一部分进行抽查的 杭州市西湖区转唐街道平安办的负责人 也表了态 就是自从上一次采访之后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日常检查部门 我们在20号的时候 我们也多出物业 包括这个社区 我们也一起上门 进行了一个 那个面上普及开的 那么大量的一个检查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水袋更换总共是60根 那个灭火器呢 更换了有200个 那么刚才呢 我也特别咨询了一下 这个消防部门 就是水袋 就是你们刚刚提问的 就是刚进来的时候说的 这个水袋的这个有效器 这个问题 水袋有效器是这样的 可以合理使用 没有破损 那么就是可以一直在使用 那么当然 在这个特别是年数比较长的情况下 那么物业呢 就是之前我们也说过 日常的检查中 要定期的做维护保养 保证它的这个有效使用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两年前 岭上花院的消防改造提升 主导者是物馆会 当时这个2021年 整个消防提升改造 发起是谁发起的 是物馆会发起的 那么也是在 当时是在美院社区 在美院社区的这个指导下 那么通过相应的照头标来做 那么后续 那么我们会跟这个紫霞社区 现在是紫霞社区嘛 联系 那么针对它那一块的事情 那物馆会没有更坏 物馆会没有更坏 物馆会 就是物馆会还是那些人 应该是还是那些吧 这可能要问业主 还是那些人吗 不清楚 因为之前是成立过业委会 但是被就是工程结束之后 就被解散掉了 物馆会现在解散了吗 业委会解散掉了 物馆会还在吧 物馆会还在 也要他们去做一个解析讨论 对吧 他们也代表了所有的业主 业主黄先生认为 基于目前的疑问 比如招标的灭火器的价格问题 700套消防水袋的去向问题 恐怕不能仅仅靠物馆会的积极讨论 就能查清真相 他建议继维介入 这样的 他的发包单位因为是物馆会 他并不是一个公职 他属于民间嘛 不属于公职 但是物馆会是谁领导的 谁领导的 肯定是社区了 社区 对肯定是社区了 那么在他网格范围内的 那么由社区去做这个前头 那么针对这个 就是2021了 2021的相关的问题 那当年的招标啊 购买情况 都在他们的领导下面 都在他们 街道能查一下吗 街道查不到的 街道怎么可能是一个 每一个项目 怎么会都可能到街道呢 街道纪委啊 各方面能不能去查 街道纪委 我刚才说了 这个物馆会是一个民间团体 那么并不是属于这种工作人员 黄先生表示 整理相关材料和证据后 他会向上级部门 继续反映情况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 个人 每一个人 都在这种工作人员